哈囉表弟妹 夏天到了誰 誰可以來我瀏海裡面幫我裝一台冷氣 我要變平式的 謝謝 我的瀏海裡面好需要裝一台冷氣喔 我真的好熱好熱好熱天吶 好啦這一集要講我最近花天酒地買了一些美妝品 第一個我覺得非常非常划算跟好用 真的必須趕快去買一盒 但是我不知道它到底還有沒有在賣 因為它是限量的吧 這盒是Benefit的 叫做Chick Parade 臉頰的 臉頰的遊行 這一盒原本其實我沒有要買 我原本走進Benefit的專櫃 我是要買右上角這個顏色 叫做Hula 這個咖啡色 這個是修容的顏色 為什麼我會想要買這個顏色 是因為蕭開老師 你看蕭開老師他的身份地位 他口紅真的可以有一千條 我問那個修容可能真的可以有兩千盒 因為各個品牌都會送他 然後他自己也愛買 愛收集 但是他居然可以把Benefit的Hula 這個顏色用到凹 你看他有成天上萬的修容 他就可以把他用到凹 你就知道他有多喜歡這一盒 然後我就問他 我說你會用到凹 你也太誇張了 他說如果他今天工作行李有限的話 他首選的修容就是Benefit的Hula這個顏色 他覺得這個顏色拿來修容是非常非常的好看 就是自然跟自然 他都這樣講了 我才不買不就王八烏龜了嗎 所以我一定要去買啊 那我就走進去說我要買Hula 結果小姐他就跟我說 你要不要看看這一盒啊 因為這一盒裡面有五個 但是如果我只買一盒Hula 應該是 可能是1100還1080還1200我忘記了 但這一整盒 BENDON 大便當 居然只要2380 那當然要買這一盒啊 你看這裡面有五個耶 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每一格 不是說容量縮水 他每一格都是他原本單個單個賣的原始容量 他完全沒有縮水 所以如果一個1000塊的話 這一盒要5000 但他居然五折一下子2380還附一個刷子 那我當然要買這一盒啊 是不是 超級划算 但這一盒有唯一一個缺點是 這兩個腮紅 一個叫做California 一個叫做Rug 什麼 Buenian 怎麼辦 English沒有Failwell 他刻得很美 你看到嗎 我只能說各大品牌可不可以 不要再把任何餅狀的東西 當大衛巷來雕刻 因為這樣子我真的會只想把他們放進羅浮宮 我真的捨不得用耶 這兩個 因為雕刻太美 你現在就算要我拿手 這樣畫一筆試在手上給你們看 欸我覺得小戲鬼我也不想試 因為我真的不想破壞這兩個 因為太漂亮了 好啦我有一天真的開竅了 我會去用他們 但是我現在就是先用這三個 然後裡面還有一個顏色叫做Hula Light 是Hula然後出了一個淺色 它是新出的顏色 比較淺它很適合拿來打鼻影啊 或是如果你今天顴骨太高的話 你可以用這種淺色的修容來壓一下你的顴骨 或是畫在嘴巴下面 不過這是有點進階性的 我們今天就不講了 但總之這個Hula Light的心理顏色 而且它也是原始的容量 所以這盒2380太划算了一個大便當 裡面有五個 但如果你單買一個的話就是 可能是1080或1000億 我忘記了 這盒非常的棒 但我不知道它還有沒有在賣 因為它可能是限量的 那再來第二個東西 Laura Mercier的Translucent Satin Powder 英文好難 這個蜜粉 只要你是中東油田 沒有我覺得如果你是癌症末期的出遊 癌症末期就像我一樣 真的是癌末的出遊 你現在就去買先不要多講 你就先去買 反正七月要到 你就先去買一盒這個 完全不用再多說了 它就是要陪你度過夏天 它拿來back在癌末的中東油田上面 根本沒有所謂的老外 老外youtuber都很要威脅說 這一罐蜜粉拿來back太乾 沒有 我們癌末的出遊患者 沒有太乾 那再來下一個 比較特殊的一個產品 它是香提卡的 香提卡它每年都會 跟工藝結合 然後出一些產品 然後這一次 這今年的工藝是 這三個是 你可能就是在Discover 或是Animal Planet 你會看到了 那三個動物學家 它這個應該是 保護 很致力於保護大象的一個動物學家 然後這個是 保護獅子的 然後這一位是 可能是 我不知道是保護蜜蜂嗎 我不知道 可是它可能是很愛護蜜蜂 可能它跟蜜蜂感情很好 對不起 因為我沒有仔細閱讀 反正總而言之它 這個產品是跟這三個 動物學家吧 應該這樣稱 結合 然後這個產品的所得 你們要會捐給就是 大象跟獅子跟蜜蜂的動物協會 反正就是公益嘛 就是這樣我不管 反正就是這樣 所以它上面有印有這三個 動物的圖案 然後最特別的地方是 它裡面這三合 眼影就是完全 是那個動物的顏色喔 像這個上面是 大象 對不對 它裡面這個眼影就是 大象色 完全是大象色 我超喜歡這個大象色 因為這大象色其實不常見 它 真的不常見的 但是它就是介於 灰灰 咖啡 又 中中 又中中之間 很特別 它真的完全就是調出一個 大象皮的顏色 超適合亞洲女生 因為它基本上不是灰色 因為我其實我個人 沒有很喜歡灰色的眼影 因為灰 純灰色眼影 很容易在我眼睛上 看起來 好像垃圾垃圾的 毛細心枯 但這個灰完全不會 它會跟所有的大地色系 非常完美的融合一體 所以這三色裡面 我最喜歡的是這個 大象色 超特別的喔 它真的就是大象皮的顏色 那再來這個獅子的話 獅子的話就是獅子 棕毛的顏色 這也是非常有趣 它居然對應這個動物 然後再來是 蜜蜂 蜜蜂 蜜蜂它就把它做的是 比較一般的咖啡色 但這三個裡面 我就居然就是那個大象色 因為它很特別 這個眼影很好用 因為它蠻持久 但最主要的 還是因為它 賦予了這個產品 就是有一些 有些靈魂 因為它跟保護動物結合了 它直接印有那個動物的圖觀 就覺得真的太有趣了 像這個顏色 它上面印蜜� 它的色號就叫B 然後這就是Lion 然後這個就是Elephant 就覺得很有趣 然後又可以做工藝 然後顏色又調了很好看 是你完全可以畫上街的 不是那種 莫名其妙的 不是那種很難 很難跟它當朋友的天藍色 或者是亮紫色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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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都可以上街的顏色 所以這一盒我覺得非常有趣 那再來是 這個品牌是台灣沒有的 它是義大利的開架品牌 Kiko 你們就跟國際接軌一下 雖然台灣買不到 但是你們也是可以上網買 對不對 不要這樣子一聽到老外品牌就 睡著好不好 Kiko這個品牌 那時候我在 我是在香港買的 它不貴 但我真的忘記多少錢的時候 中煙 這就是介於開架跟專櫃之間的 然後它是 完全是義大利的品牌 我買了一盒眼影 是這個很紅的 101色號 它就是 紫色系的眼影 不過這盒眼影 我必須老實說 它比較適合秋冬 可能夏天 夏天就比較還好 那裡面 有一個顏色最最最最特別的是這個 這個顏色 這個顏色看起來 雖然是這樣 但是它其實擦到皮膚上會是 居然會是亮 大概一度的粉紅色 不知道為什麼 它在盒子裡面看起來比較深 是好看的粉紅色 是可以擦到眼皮上很合理的粉紅色 因為我都會追求 妝容在街上合不合理 而且是要在台灣的街上合不合理 因為在美國的街上 跟在歐洲的街上 跟在韓國的街上合理 但是在台灣都是一切變成 不合理的呢 因為台灣人的心臟就小顆 所以我們還是要追求 所以我們還是要符合民情 就是要追求在台灣路上的 合理性 OK 反正總而言之 這盒眼影是他熱的賣神 因為我就走進去專櫃 問那個慧哥說 你們哪一盒眼影 顏色賣得最好 哇那一盒 他就說 就是這盒101 我說那給我一盒 就是這個顏色 非常漂亮的101 再來是Kiko的 霧面唇膏 任何品牌 我就算不認識他 就算我沒有做功課 我就是非常喜歡買 亂買霧面唇膏 但是就完全就賭博 因為也不知道會不會好用 Kiko的產品 雖然不是專櫃 可是他的包裝是 很有份量跟有質感的 他這樣子 比較特別 他下面轉的地方 比上面這個地方還要長 這支我還沒有用 這支顏色 純粹就是我個人認定他是 唇下色 所以我就買他 我個人認定他是可以 走在台灣街頭的唇下色 所以我就買他了 我還沒有用 那直接畫在手上 給你們看好了 就是一個很可以融入台灣生活的 粉嫩的春夏色 那我用 我已經用的是另外一個顏色 但是我真的也不知道 為什麼我當時會買這個顏色 我想說到底是貴根拿錯給我 還是是我真的鬼迷心笑買的 他是一個偏紫色的 我想說這就是真的 比較不能在台灣的街上 但是我那天還是擦了他上街的 因為I don't care I'm superstar 所以我就擦了他 很好用 他的霧面唇膏很好用 就是所有 該check的那一些優點 都check了 譬如說顯色 譬如說不會口吐白沫 不過他還是會沾杯 但是我覺得沾杯一直來 都不是我最care的地方 因為如果完全不沾的話 其實會有一個缺點就是 你吃東西完之後 它掉了之後會很難補 因為它極乾 所以如果沾杯的話 我覺得吃完東西可以補 反而是一個優點 那這個他們家的 這個霧面唇膏 對不起我忘記多少錢的 總言之是非常合理的價位 而且也很好用 也持久 一切優點也都有 如果你去kiko的話 其實也可以帶 可以帶到他們家霧面唇膏 非常好用 但是唯一的缺點可能就是 我說過了 各大品牌可不可以把唇膏 就只要做一半的容量就好 它這麼大一隻可以直接 都做一半就好了 然後價錢也只要一半 這樣我們就可以一次包很多顏色 就像可以把它做成31 那個土色那一整合 那樣小小隻的那五隻一樣 只要那個容量就好了 因為我們女生對唇膏 就是對歐巴一樣 我們就是水星洋花 我們沒有辦法專情 I'm sorry I'm sorry 下一個我買了kiko的產品 是這個蜜粉 這個蜜粉 你知道我就純粹想要收集蜜粉 因為想要知道控不控油 所以它可能不是他們的樂效產品 但我就是買了 它長得比較特別長這樣 然後它裡面有附了一個 已經鎖死的粉撲 不是讓你直接這樣拍在臉上 然後是這樣子 你要用的時候要這樣倒過來這樣 倒過來用 然後拍在臉上 我先姑且不論它到底 有沒有很控的更好用 這個包裝我非常非常的 覺得是一個很大的錯誤的原因是 假使我今天真的覺得它很好用 我要帶出門補妝了 這個包裝放在包包裡面 就是超級麻煩啊 因為現在包包都超小的 因為它是一個不規則型 它應該做扁狀的 但是這個東西 你看它粉撲已經卡死在這了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要讓你用這個粉撲的意思 但是卻又要帶出門又很麻煩 好 那你就想說我自己有蜜粉刷嗎 那我就是直接沾取它刷定妝 那我不要帶它出門 欸 但是這個包裝 卻又很難讓蜜粉刷沾到 所以我覺得它這個包裝真的非常的 就是台語 什麼意思呢 就是非常的多詞一舉 因為它要讓你補妝 因為它已經把粉撲鎖死在上面 但是這個形狀帶出門 是怎樣 我是帶一個 就是 很像帶一個很小的水壺這樣 太不方便了 因為很多包包都很小又很扁 這個東西一放下去我就什麼都滿啦 我手機也不用放啦 包包都鼓起來 所以這個包裝我非常不喜歡 那至於它好不好用 我因為我現在是拿來定妝 所以不知道它帶出門之後補妝 到底會不會跟皮膚融為一體 因為我真的沒辦法帶出門 但是它的粉非常的細 它上面就寫說 Infeasible Touch 它就是粉質非常非常細 有點類似 倩碧的那一款基本透白蜜粉 但是它是沒有亮片 它粉質極細 比一般的蜜粉 比剛剛那個 LORAMASIA的蜜粉 還要來的細 是極細最細的那種細緻的蜜粉 就是你每次拍的時候 就很像這樣 就全部就很像是在吸海洛因 會吸到鼻子那樣的細 但它到底控不控油 我不太知道 因為我沒辦法帶出門 那再來下一樣 這個東西很冷門 但是我是從一個彩妝師那邊 他幫我化妝師用了它 我整個驚為天人 我一定要得到它 它是NARS的Liquid Bronzer 就是液態的修容 然後這個顏色是NARS他們家一個 自己有一個很有名的 這個顏色它就叫Laguna Laguna它有出 譬如說餅狀的修容啊 或者是我忘記它有出什麼的 那總而言之Laguna這個色號 它要把它做成液狀的修容 那液狀修容很少見吧 因為你可以看到見到餅狀跟膏狀 這樣一隻這樣一整隻的 那液狀修容真的很難得見到 但是它真的出乎意料的好用欸 它雖然是液狀 可是它化到皮膚上之後 會變成乾乾的乾燥狀的 那你一定又要問我說 那為什麼不用餅狀就好像液狀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 液狀基本上它會比較持久一點 因為液狀再怎麼樣 它都還是帶有一點黏性 所以如果你今天真的要動很固的話 其實液狀跟膏狀的修容會動比較固 那再來是 沒有啊沒有為什麼啊 就是純粹覺得Laguna這顏色很美的 就是純粹腦波就是比死人還肉 因為我那個化妝師 他就是在幫我這樣用的時候這樣用用 我說天啊怎麼看起來這麼好用 他說這東西超好用的 這東西很冷門 沒有什麼人知道 可是我跟你講NAS這罐液態的修容 真的極好用 他在那邊這樣幫我拍拍拍拍 就是這樣用的時候是 沾在手背上要這樣 慢慢的這樣修修修修修修修 這樣子這樣子 然後你最後可以用刷子再把它刷勻 沒有就是 很有趣就是液態修容 因為它也是很賤的 然後刷到皮膚上 居然又是乾乾的 完全不會吃掉你原本的底妝 就覺得天啊天啊 我一定要擁有它 雖然它很冷門 但是這罐Laguna的NAS的液態修容 如果你對美妝真的很有熱愛的話 你真的可以來一罐你可以收藏它 因為我覺得它 你看它連包裝都很美 而且它上面印的這個NAS這個字 跟後面的字 就是Laguna的色號 有些很有趣 而且重點是它又很好用 感謝化妝師Shifty推薦我這一罐 太美了 以上就是我最近花天酒地買的美妝產品 那其實原本影片後面都要嘴泡 不過今天影片時間上太長 我這樣會剪片剪到剪扣藍 所以就不嘴泡啦 哈哈哈下次見 Bye